一名瑞士女游客的尸体近日在泰国度假圣的普吉岛被发现,泰国警方8月8日宣布,一名泰国男子应涉嫌谋杀而被捕。据悉,该案备受社会关注,因遇害女子身份系瑞士一名外交官。 8月5日,普吉岛警方皆明中报案,在一处瀑布附近沿石间发现一具女性尸体,下身赤裸,上身穿着粉色内衣,外照一件加K,脸部朝下趴在一条黑布上,双腿泡在水中,尸体已经浮重。 警方在尸体附近找到了内裤、牛仔短裤、运动鞋与手机,系受害人遗物。 据报道,受害人名叫妮可·萨温维斯可夫,现年57岁,瑞士国籍。 当的媒体报道,萨温维斯可夫是瑞士联邦议会的德国外交礼宾司副主管。 萨温维斯可夫通过普吉岛旅游沙河计划前往泰国普吉岛旅游,享受免隔离待遇。 7月13日,他从新加坡乘飞机抵达普吉岛,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是在8月3日下午2点, 旗下他酒店的工作人员目睹他独自一人离开酒店,前往海滩方向。 此后两天,他便在无音许,酒店方也未引起警觉。 直到两天后,他的尸体在一处瀑布被发现。 泰国国家警察总署署长苏瓦警表示,已成功抓获嫌疑人。 该嫌疑人为一名专业野生兰花采摘者,警方在检查周边的区间控后, 对所有经过此处的人进行了审问,发现该男子刑迹可疑。 且身上有抓痕,因此对其进行了严格审查。 最终男子承认作案,当的警方透露更多关于嫌犯的信息。 Diarra Watt Torker,普吉本地人,27岁,无故定职业,家住在离世发的点不远处。 本月3日,Diarra Watt进入森林后看到萨温维斯可夫,产生性欲望,最实施强奸。 但受害人争扎不从,他便将其掐住暗入水中,直至受害人溺弊。 随后气势逃离现场,在通过电话身家并由律师陪同的新闻发布会上。 嫌疑人Diarra Watt称,他在杀死萨温维斯可夫后拿走了大约300泰铢。 他补充说,我想向受害者家人道歉,并肯请所有泰国人原谅我。 负责泰国南部地区的警察少将Nantide Genio说,Diarra Watt在受讯后公认不会。 警方在查看附近的闭录电视录像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一辆摩托车车主,即这名嫌疑人,即大约在受害人前往瀑布处的同一时间出现。 这起案件给普吉岛的沙河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,普吉岛7月1日起向来自新冠疫情低风险国家且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游客开放。 按照泰国总理巴育的说法,这是泰国重新开放的第一步,关乎泰国全国的旅游业,根据泰国政府6月下旬批准的沙河计划,普吉岛7月1日起向符合条件的外国游客开放。 这些条件包括,来自泰国政府认定的新冠疫情低风险国家,完成新冠疫苗接种,是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报告,有保额10末美元以上的新冠治疗保险,符合条件的外国游客进岛后免除隔离,但需自费接受三次新冠病毒检测,费用总计大约300美元,自7月1日该计划启动以来,已有超过1.6末人抵达普吉岛旅游。